这是一期关于爱情的故事 你曾经为你的另一半复述过什么 我想呢 大多数人都没有发动钱包做得好 平时的钱包 那这是人见人爱 狗见狗祸 毫不委婉的说呢 他是狗群当中低位追地的一条狗 虽然说呢 袁宝长了一张没人要的脸 但是在钱包心中 那是他的杨归费呀 而哈斯奇这个不长眼呢 却惹了钱包的杨归费 钱包看了这种画面他能受得了吗 他竟然从笼子当中冲了出来 我爸怕他俩打架 就把哈斯奇带了出去 顺便给他刷刷宝 250去挑 250去挑 半夜给输 我再回去问问咋回事啊 于是女朋友开始了他的表演 我回事 钱包干了哈斯奇 然后这小酒就这样 可能他都用来厚了 哎呦我这不安心了 你也要刷刷 长得比较一出去了 不是你看啊 你看哎呦我给光了 因为你看啊 小酒就这样了 你看看 要干吗 虽然我更小 但是我体别跑 对 你说他啥 他主要他俩是一对 他知道 他知道 还钱可能可惜 嗯 还钱 他就扣了这小酒吧 对对对 钱包的情绪逐渐平复了 也该让哈斯奇进屋了 此时的哈斯奇撞了起来 我和我妈怎么喊他 他都不进屋 我没有办法呢 只能求助于女朋友 哈斯奇进屋之后 钱包没有任何变化 我正在的好奇 他为什么一直坐着的时候 他突然就爆发了 冲过去咬哈斯奇 看了我 跟你俩说话呢 能不能注意啊 请你啊 这脑子咬的啊 这脑子咬的 活该 以前多汗呢 现在怎么还打招呢 天天打招 对啊 你这约谁就说 这乖信仆你 你信仆你吧 他看着上去 活该 你看他大脑子咬的 你看他大脑子 他去毛头 咬头 谁打过咬头 我忘了 你都没瞎 哈斯奇毛 破坏又又湿 冬天不怕了 夏天就热点了 这次打架之后呢 虽然说呢 钱包收单上 但是地位上升了 尤其是面对哈斯奇的时候 大臣是威风凛凛 帅气当中带着一点含蓄 有点不弄滋味的感觉 到了早上的喂食时间 那就更明显了 谁吃狗粮都可以 哈斯奇吃就不行 每到喂食的时候 只要是小孩 靠起狗粮盘 钱包就是不让 哎对 就是这么霸道 给我整的呀 那是相当的东西了 现在呢 一到喂食的时候 就会把哈斯奇 单独逛在笼子里 让他在笼子里吃狗粮 在女朋友的强烈建议下 我们来了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 简单来说呢 就是类似于那种 你要不带我去 我就打死你 我总觉得因为这点事犯不上 所以呢 我和他就来了 我说这凡眼 我眼前拍拍 穿点路 他非得来拍拍套 我不拍你 不拍你干啥呀 你是动物 穿得像动物 由于呢 我们非常的懒 我和女朋友就租了个车 租完我就后悔了 就女朋友这种车机 很是让我担心 我见到 能五万 这车 快点拿上向爬 快打 快打快打快打 快打快打 事实证明呢 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他呢 确实看不明白这个车 为了我们能安全地回去 我只能跟他玩一招 走走停停 你别吵吵 他给我吵出一点什么的 吼的这块呢 其实就是强迫看的 因为呢 我实在不敢注册了 弄信在那里 说游泳没啥事 女朋友为了让我 重新相信他的实力 他在这儿给我 表演了一个前进后退 当时呢 我还是很不想上车 但是我一先生 挡着这么多人面 挨顿揍也不值得呀 停不停 不停 突然没有意思 看来当车进 都到哪去了 刚才上去人横刀了 先生走点路吧 咱俩加起都三百来劲了 这车都不走 到那儿都没有人走的 快 炒的速度 为了能有两万 都踩到紧的 这把要你注意吧 我拍摄你体验的感觉 你看多一点 是吧 你看 你让你看身份 还看多一点 哎呀 你看这片子多大 嗯 这片子多大 这片子多不香 你看这有什么事啊 这也多大 你看这个正大 这片他们多大 有车帘了 当时呢 我曾奶奶欣赏老虎的美貌呢 然后我就听到一个女人的尖叫声 女朋友呢 像标案姐妹似的 开车装马路牙子上了 给那俩小情侣吓一跳 那个穿黑衣服的大哥呢 一边往前走 一边回头看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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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下巴呢 那你进去吧 给老虎夹菜 一顿吃不了你 这也没咋吵的 你没咋瘦 但是你侧我感觉没咋 侧都一样的 哎呦我去 来人了 你看 起来了 营业吧 起来了 起来了 我们呢 来到了东武园 最经典的地方 就是国宝大熊猫 眼界那些确实不愧为国宝 你就看他这个桌子 没有个几千万身价 谁敢这么桌子呀 你再看他这个长相 长得那些气白山透的 一看品相就很好 看完了大熊猫 我们偶遇了新吧 我一看他也没有心情大了我呀 我们就走了 当我看到这个货的时候 我深深的感受到了 大自然的鬼父生贡 实在是太狠了 长啥样的动物都有啊 我无意间的发现了白细牛 他也应该是这个动物园当中 最瀕临灭绝的动物了 现存世界上才一万多头 白细牛确实是特别稀有 但是在我的世界当中呢 我女朋友也特别的稀有 他把那个事我永远想不明白 他把电动车开到了人行行道上 前轮人都给玩离地了 更厉害的是他的策技 好了 你不用考骁了 退回来吗 不管 你开这玩意 让你乐多少回来都 你还刷马路牙子上 过我刷了 过我下来 虽然也就开这个车 不过是 你开这个车绝对很 给你都乐完了 我其实是那康康巴马 你再看一会儿这个大路 我们就回去了 你朋友不知道怎么想的 非得把车看上来 他看上来了 我这边是看完了 我就说咱走吧 然后呢他就开始刀车 在这刀了五六分钟 他里还在哪呢 踏到这五六分钟 车还在原先的位置 一点也没刀出来 在东方当中呢 我看了很多猛瘦猛琴 我都没有啥感觉 唯一让我觉得感到恐惧的 就是他 尤其呢 是你近距离跟他对视 真的有一种恐惧的感觉 就像我和我女朋友对视一样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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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